要说到韩国最恐怖的电影 我感觉非这部昆尺言莫属 利哥没解说恐怖片之前 早就有所耳闻 但是一直没去解说他 是因为他真的太吓人了 但是一直有粉丝私信说 实在不敢去看演片 让利哥帮忙解说一下 我找了三个猛男陪着我 终于是把这部电影做出来了 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等会儿利哥 让阿飘给你妹来当罗普 影片一开始呢 两个小青年 来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探险 他们来到四年二房间前 一人拿着手机录像 一人拿着锤子敲门 看得出来哈 这两后还是挺害怕的 用大象来演示内心的恐惧 就在这时 一张鬼脸出现在门上 紧接着画面一转 男主强哥出现 他是一个探险队的队长 从他的口中也得知 那两个小青年已经死掉了 但他们生前拍摄的视频 却流传到了网上 这引起了强哥极大的兴趣 刚好可以趁个热点 去那里直播的话肯定爆转 而那个地方 正是世界七大鬼宅之一的昆池岩 那里以前是一所精神病院 后来毫无征兆的 病人全体自杀 院长失踪 从此成为世界著名的鬼宅 于是 强哥就召集了六个志愿者 组成了七人小分队 一起去昆池岩做直播探险 点击人数要是能破100万 广告收入就能超五一韩元 这个小分队呢 由三女四男组成 由队长强哥带队 很快一会人开车前往昆池岩 在途中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 为了达到100万的直播量 几个人决定 拿最恐怖的402房间开刀 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 选出由摄影师 去打开402房间 经过这一路颠簸 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几个人随后来到山顶 搭了一个检疫帐篷 强哥让其他人 去医院安坐摄像头 准备开启全程网络直播 除了强哥留在帐篷进行指挥 其他人穿好装备后 就开始了桌子之旅 他们首先经过了一片树林 捡到一条三个岔了后的白色裤衩子 他们把裤衩子绑在了树上 留住记号 此时直播间人数 已经1.2万人 没多久 他们来到医院门口 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进来就会死 然而几个人看过后并没有在意 废话不多说 这就开播 他们首先来到二楼大堂 顺着走篮往前走 两边有很多房间 地上堆满了垃圾 墙上也花满了头鸭 突然后面传来一阵声音 几个人全部愣在原地 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 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主持人对着镜头汇报情况后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几个人在这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院长和病人的集体合影 再一看呢 你会觉得这个照片很正常 可如果仔细看的话 照片上每个人都很古怪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目光 都在看着不同的方向 而中间这个女人 正是精神病院的院长 就在几个人研究照片的时候 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声音 这个他们吓得嗷嗷叫 等几个人抬头一瞅 才发现天花板上 有很多像头发一样的东西 向强哥汇报完情况后 他们便准备开始招令医师 此时直播人数 已经达到了5万